好这个木层 这木层为什么报销了就是这个地方 我要看到这个地方整个脱落 所以我们很快做用这个做两个 一个一个座然后一个另外一个花器 好先把它拔掉 拔掉以后我们就单用这个来做一个 一样好像这个地方 比较尖锐的地方稍微修一下 修一下 好这这个边边修一下小心自己的手啊不要削到自己手就很好笑啦 是做东西的时候如果受伤 基本上 就会很沮丧 好 好那这次我们如果要做脚的话刚刚这种细的这种2mm也是没办法做 至少3mm才才够硬 好那我们来做做看 所以我们先做在这个地方要看起来这个地方是比较粗的 尽量不要穿穿出来啊 大概相对的位置 好 来 那这样子这两个就ok了 把这个铝线稍微塞进去 塞进去一点 用力的逼进去 ok 好 好这样子两只脚那还有一只脚来怎么办 好我们从这里这里进来好了 这边有个洞啊其实 如果你要靠这个洞也行啦 但是你必须要我我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方式那我们换另外一个固定方式给大家看好 比如说我在这边打一个洞 好尽量不要打穿啊尽量不要打穿那 这个方式是怎么样了 试试一下给大家看 要来把这个夹住 好 形成 刚看到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弧度以后 穿过来 直接在这个地方 看到现在对他 好像还位置还不对 再把它 说到 大概位置差不多 然后刚好塞进去 塞进这个缝里面 塞进去以后这个是一个固定 那这个地方呢 假设我们这个地方要 要一个支架 那光这样子是不够力的 因为你看这样凸出来 刚好这个就掉出来 所以会把它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 放在这边 让他形成一个小的支点在这边 然后再往后 那是不是这样子就有一个支点在 它就力气不是靠这边 靠下面 好来 好小一点 好来 这样子 好 假设这个是我们要的支点 那这一支呢 因为角一定是三点 三 我们讲三足鼎立吧 三个点是最有力气的 所以 我们现在来把它 做出我们要的三个点 好 那角呢 当然交叉也可以嘛 交叉 但是如果你不交叉 当然 你 铝线是可以转弯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转一个弯 把铝线往外跑 你们看到 虽然我们往内了 但是往内说 但脚往外跑 好脚往外跑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长度变得不一样 有没有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修整 那往外跑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是这样 有没有 顶住 顶住是最最有力气的 就是角就是这样 你如果有个地方顶是最有力气的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 我们把前端拿来 开始来做我们的要的那个角的最后面那个 假设是这样 第三个角 像是这样三只脚放在这上面 不平啊不平这时候怎么办 调整了 调整到这样 是不是比较平啊 履线就是这样它是软的 这样是不是比较平 尾巴太翘 还是说我前端再翘一点 前端再翘一点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这个不够尾巴太低这样子 这个地方太那个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就很很单纯 这就一个角出来 那他能够做什么 花就可以摆在上面 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木铲的一个 可以让你放花气的东西 那他当然还可以另外再做装饰啊 各方面的东西 这都是ok的 甚至我这两只脚不要做这么长 再缩短一点 再走直一点也可以 那这就是很简单 那我们就 用瞬间赶快把它点一点 黏起来 ok ok 那大概就是这样 这样一个简略的一个做 好 大家看得到 大家看得到 好 好